以前听说过 听说过 大概听说过 我听过 不了解 半公众是我的东西 基本上类似于那种高铁吧 最快 七八十公斤 八九十公斤 三百多啊 这个应该在四百了吧 这就是云轨 是我们国家首条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跨坐式单轨 它的设计时速呢 可以达到八十公里每小时 我们这条云轨采用三边组设计 每一节车厢最多 可以搭载两百人左右 所以我们三边组 可以搭载六百人 那么我们云轨采用了 橡胶轮体系 和地铁的钢轮钢轨体系相比呢 它具有噪音低 爬坡能力强 转弯半径小的特点 好 好 兩邊堆 y衛層 在沿途在全身都會יע Dame Dame contracts 試圖中 Julian 我跟你們筒 jeito沒 pääkräNE 店員沒有地方你會在 yok 很现代很时尚 然后这上面可以上网 这是一般的乘车体会不到了 全体验过 但是这么好的条件玩第一次 整个体验也很不错 有视频直播 还有我们的电视 还有我们的直播 因为在选择特地无线技术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是面向5G的技术 首先它需要具备大带宽 低延时 高的吞吐量 抗干扰要强 然后移动性本身要好 ERT正好契合了我们设计的时候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ERT 它是我们整个云轨彻底无线的一个管道技术 也是我们实现智能云轨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管道策略 那么它现在目前在我们这条线路上承载的有CDTC 还有它的CBTC容易系统 乘客信息服务系统 还有这个视频监控系统 还有我们的旅客无线上网服务 很安静吧 就是不像一般的轨道交通 轰轰轰的 地铁比较温暂的 非常通常 下室行得比较平稳 内饰还不错 但可以上网玩手机 地铁做不到 交铁做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